一名金发女子从昏睡中醒来,发现自己竟然躺在荒郊野外,嘴部不知被谁绑住还上了锁,同时她发现,不远处有个奇怪的黄衣女子,嘴上也绑着和她一样的锁套,除此之外,周围还有数个和自己相同遭遇的人,显然,他们陷入了一场未知的阴谋当中。 他们来到一处空旷的草坪,草坪中央摆放了一个大木箱,一名胆大的大叔静止上前准备撬开,想看看里面究竟是啥,结果钻出了一只小猪,除此之外,大叔还在里面发现一大堆武器,显然是有人故意为他们准备的。 看到武器的众人纷纷聚拢过来,金发女也从撬开的木板上找到了钥匙,大家一边互相把嘴上的锁套解开,一边分发武器。 突然,远处枪声响起,金发女惨遭爆头,第一个领了盒饭,众人开始四散逃跑,过程中另有四人相继丧生,死相一个比一个惨。 有两男一女结伴翻过铁丝围墙,在公路上一阵狂奔后,来到一个路边便利店落脚。 店里只有一对老年夫妻,看到三人手里有武器也表现得非常惊恐,他们似乎不想惹过多的麻烦,让那三个人把钱拿走便是。 为首的洛塞湖南从刚才发生的一切推测出,他们大概陷入了一场猎杀游戏中,游戏的名字叫做庄园门事件,而他们刚才那些嘴巴被套住的人就是等待被杀死的猎物。 洛塞湖南问店主夫妻,他们现在位于何处?夫妻说,在阿肯瑟州。 这时,女子随手拿起店里的东西就开吃,结果马上口吐白沫,中毒倒地。 两个男的上前查看情况,回过头来,发现两位老夫妻已经戴上防毒面具。 老夫人扔好准备出的毒气弹,放倒另一位白衣男,老头则迅速掏出柜台下的散弹枪,将准备缓急的洛塞湖南一枪解决。 两夫妻打扫完现场,这时对讲机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,对面告知她们,重要目标雪球五分钟后就到,要她们做好准备。 雪球就是那位黄衣女子,之前她一直是单独行动,手里并没有拿武器,当然也躲过了刚才的屠杀。 她谨慎地走进店里,犹豫了一下,说要买一包烟,然后从鞋里抠出一张钞票递给老夫人,顺便也问了和之前的洛塞湖南一样的问题,这里是哪里? 老头告诉她阿肯色州,老夫人将着补的零钱放在桌上,雪球知道,阿肯色州的香烟卖六美金一包,而桌上的零钱显然不对头。 她立刻明白,这俩夫妻必有猫腻,她决定先下手为枪,干净利落地夺过老头的散弹枪,毙掉了两人。 雪球拿着枪走到店外观察情况,此时,对讲机里发现已经联系不上俩夫妻,便派了一架无人机过来进行侦查。 雪球握入草丛躲避,但无人机被家里用枪击落,她也是猎物中的一员。 雪球知道他们的位置已经暴露,便带着家里沿她之前看到的铁轨逃跑。 路上,华勒的家里似乎也对庄园门猎杀的说法有所了解。 她给雪球解释道,每年都会有一些所谓的社会精英绑架他们这样的普通人,带到维蒙特的庄园以捕杀他们为乐。 雪球似乎觉得这东西听起来尿点太多,于是在路边直接偷下裤子就地开尿。 这时,铁轨传来声响,有火车正往这边驶来。 两人合力跳上火车,但却在车厢里发现一个偷渡者家庭,为首的是一位背着胯包,戴着棒球帽,满口印度口音的男子。 家里觉得怀疑,这些人也是假冒的,正准备举枪杀掉他们的时候,火车停下。 他们来到了一处军事检查站,偷渡者们乖乖地下车接受检查。 雪球和家里也识时误,把枪藏在车厢里,举起双手走下了车。 家里向当地士兵求助,说有人在捕杀他们,士兵并没有多理会家里就走开了。 这时候,印度口音男突然抄起一口纯正的美国英语。 我觉得他们是不会相信你的,家里,这些移民和士兵可都是真的。 我们自己的游戏我们好好玩,别让他们掺和进来。 你现在先别捣乱,待会儿杀你的时候,我会让你先多跑几步的。 家里这个急性子哪儿听得了这个,直接扑倒口音男,捡起从他胯包里掉出来的手雷, 塞到口音男的裤裆里,完成犯杀。 随后,雪球被带到一处军事营区,并被单独审问。 雪球了解到,他们现在身处的位置是克罗地亚。 他本来在美国好好吃着东西,突然被人一棍子干晕,醒了就到这儿了。 而之前,另一个猎物中的一员唐,已经来到了这里。 不久,一位自称美国大使馆的人开车来接走两人。 但是路上,雪球识破了此人的伪装,直接把他踹下车门,并碾碎了他的脑袋。 两人也在车子后备箱里发现了家里的尸体。 而一开始的11个猎物,现在就只剩雪球和唐两人了。 唐提议,别管剩下的那些猎杀者了,我们就开着这辆车马溜跑吧。 雪球却给唐讲了一个全新版本的龟兔赛跑的故事。 兔子在打盹输掉比赛后,竟然来到小乌龟家里,杀掉了小乌龟全家。 因为兔子认为自己永远会赢。 言下之疑,如果他们现在开溜,就会被那些自认为精英的兔子们永远追杀。 雪球决定反击。 他们回到那个放着木箱的草坪,剩下的猎杀者们还聚集在那里。 二人配合默契,唐负责吸引注意力。 雪球则因为之前在阿富汗服过一战斗能力爆表,把他们一个一个的都干掉了。 但是对讲机里那个女人的声音再次响起,她故意挑拨糖和雪球,中了计的两人拔枪互对,最后雪球开枪杀死了她。 她从最后一个奄奄一息的人嘴里,问到了对讲机里的女人的位置,决定去杀了她了结这一切。 两人开打之前,女老大向雪球解释了她这么做的原因。 原来,一年以前,女老大和她的朋友们在群里聊天瞎扯,朋友之间互相口嗨开玩笑,说了一些在其他场合不太合适的话。 其中,女老大就瞎编出了一个庄园屠杀计划。 其实自己朋友之间怎么口嗨都无所谓,但是这些聊天记录不知怎么的就传到了网上,引起了轩然大波。 再加上他们本身的精英身份,网络上就给他们脑补了一篇庄园门事件,越传越真,而且很多人都相信,并伴随着大量的恶意辱骂,群里的所有人都因此丢掉了工作,社会生育几乎破产。 于是群员们就展开了复仇计划,你们不是相信我们会猎杀普通人吗?那我就真的把你们猎杀了吧。 他们列出了恶意评论中有代表性的11个ID,经过大量的调查,找到了这11个ID背后的真人。 也就是一开始的11个猎物,群员们就是捕猎者,最后把这11个人绑架到一个地方进行猎杀。 但是,女主却说,这位大姐你抓错人了,我可没有在网上骂过你,我们那儿是有一个名字跟我就差一个字母的,她的邮件也经常记错到我这里,你要找的人应该是她吧,你惹错人了。 随即两人开始肉搏,雪球虽然杀死了女老大,但自己也身负重伤。 最后,雪球乘坐女老大的私人飞机回到了美国。 整部电影包含着很多政治隐喻,也和当下很多时事热点相结合。 其中,女老大和她的朋友们就是因为在网络上的恶意攻击评论,让自己的现实生活受到了巨大的影响,而最终黑化变得疯狂且毫无人性。 虽然在电影中,那些网络喷子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,但电影不是现实。 网络暴力的加害者们通常只管发泄情绪,根本不管这些东西会给当事人产生怎样的负面的情绪,也根本不可能对这些影响负起责任。 去年,韩国艺人崔雪莉因为网络暴力自杀的事件并没有过去多久。 在一个充满暴力的环境下交流,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。 文明和谐的网络环境需要我们共同来维持。 Be nice, my friend.